各位同学好,这个单元简介呼吸作用的种类,并深入介绍有氧呼吸 呼吸作用和我们过去学过的呼吸运动是不一样的 呼吸运动是指吸气、呼气、使空气进入呼吸器官去进行气体交换的动作 而呼吸作用指的是发生在细胞内利用有机物的氧化作用释放能量的各种反应 在生命世界中必须消耗许多能量来维持有序化的生命构造与功能 这些能量借由许多形式相互转换,但最后都会以热能的形式消散 因此由细胞所组成的生物,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可释放能量的氧化还原反应 其中能提供最多能量的反应是有氧呼吸 在这类的反应中,原来属于有机物的氢离子与电子 最后会转移给氧分子,以形成水 并在电子转移的过程中制造出能量货币ATP 而原有的有机物会变成二氧化碳等无机物 因为需要氧气作为最后的电子接受者,所以称为有氧呼吸 增核细胞的有氧呼吸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分别是发生在细胞质中的葡萄糖分解反应,叫做糖解作用 分解后的小分子运送到粒线体积之中,进行柠檬酸循环 继续分解为二氧化碳 前两项反应所释放的质子跟电子 会被送往粒线体,在内膜上进行电子传递 释放能量的过程 原核生物也可以进行有氧呼吸 与增核细胞不同之处 在于这些有氧呼吸的细菌,除了葡萄糖外 有许多种原核生物可以直接利用分子较小的有机物 还有它们电子传递的过程是发生在细胞膜上 而有一些原核生物的电子传递链最后不会将电子交给氧气 终端接受电子的物质,琳琅满目 可能是二氧化碳,硝酸根,亚硝酸根,一氧化氮,硫酸根,硫氧化氮,硫酸根,亚铁离子等等 不同的细菌会选用不同的最终电子接受者 属于这一类的呼吸作用就被归类为无氧呼吸 可以进行有氧呼吸的生物 如果在缺乏氧气的环境中无法进行有氧呼吸时 可以利用酒精发酵或者乳酸发酵来获得少量的能量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发酵作用是接续糖解作用跟着发生的 当糖解作用分解出小分子有机物 因为缺少氧气无法送入立腺体进行反应时 这些小分子有机物就会在细胞质中进行酒精发酵 有些生物则用乳酸发酵 而糖解作用才能够释放少量的ATP 例如人类的肌肉细胞缺氧时会进行乳酸发酵 剧烈的肌肉酸痛被认为与乳酸堆积有少许的关联 真菌中的酵母菌缺氧时可以进行酒精发酵 人类便利用酵母菌的这个功能来酿酒 淹水时植物的根部没有足够的氧气进行有氧呼吸 也会用酒精发酵来制造能量以维持正常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要仔细谈谈生物能量学中 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氧呼吸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知 现在我们所学习的所有知识 都是许许多多科学家在漫长的科学探究生涯中 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 有些人因为好奇 有些人则因为问题的重要性等等原因 努力地克服困难 透过科学方法逐步地解开奥秘 使我们可以用简洁的方式来学习这些知识 请大家不要用理所当然的态度来学习 如果我们以他们是如何发现问题 如何设计实验 如何利用实验结果提出可能的机制来解释 用这类跟着探索前进的学习态度 将会使学生物这件事 从记忆背诵 进阶到分析判断 甚至进一步引发你的探究兴趣 有一天你也会有机会成为解开奥秘的科学家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集结众多诺贝尔奖得主 共同努力解密的有氧呼吸 蒸合细胞氧化有机物 释放能量的作用称为有氧呼吸 以葡萄糖作为有机物的代表 有氧呼吸的化学反应式 可以写成C6H12O6 加上6分子的氧气 形成6分子二氧化碳6分子的水 以及大量的ATP 有些生物补充教材会告诉大家 1mol的葡萄糖能生成36到38mol的ATP 这种斩钉解体的说法并不正确 我们留在后面再与大家说明 立腺体是细胞的发电厂 在这里所画出来的图代表部分的立腺体 黄色的线条代表立腺体外膜 白色的线条代表立腺体内膜 内膜所围绕的空间是立腺体基质 在内膜与外膜之间的空隙称为膜肩 有机物的完全氧化发生在立腺体基质当中 但是对立腺体来说 葡萄糖分子太大 没有办法穿透内膜进到基质去 所以在细胞质中先利用一系列的10种酵素改造葡萄糖 使6碳的葡萄糖逐渐分解为2个3碳的丙酮酸 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氧气参与 反应过程中酵素会转移分子间的磷酸根 使两分子的ADP合成ATP 另外葡萄糖上的氢离子与电子各两个 会被NAD症接收 形成还原性腐酶NADH 当葡萄糖分解为丙酮酸之后 会依据细胞是否获得充足的氧气供应 来决定丙酮酸的命运 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就会接着进行后半段发酵作用 在这里我们接着讨论氧气供应充足的有氧呼吸 丙酮酸会被立腺体内膜上 特定的运输蛋白送入基质中 在这里有一个分子很大的蛋白质复合体 由三个酵素共同组成 经过连续性的催化反应 将丙酮酸切除一个碳 然后产物与辅酶A结合 变成乙烯辅酶A 释放出的电子质酯 交给辅酶NAD症接收 形成还原性的NADH 以锡辅酶A将两个碳的乙烯机 带入克氏循环 与四碳有机物结合为六碳的柠檬酸 所以克氏循环也被称为柠檬酸循环 克氏循环由八个反应所组成 在这个旋转木马般的循环式氧化反应中 会逐步地将最早属于葡萄糖分子的电子与质子 转移给两种辅酶 NAD症及FAD 形成NADH与FADH2 反应过程中也有分子间的磷酸根转移 会形成少量的ATP 最后剩下来的碳原子与氧原子 形成二氧化碳 被当成废物排出 在细胞质与立线体基质中 所形成的这些还原性辅酶 有什么功能呢? 在每一个立线体的内膜上 有数万个呼吸链 每个呼吸链由数个电子载体所组成 在这里由还原性辅酶所携带来的质子与电子 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我们先将焦点放在电子上 NADH会将电子交给呼吸链上的第一个电子载体 FADH2则交给第二个载体 电子一旦进入了呼吸链 就会一路走完整条呼吸链 也就是每一个电子载体 都会依序地得到电子而被还原 又被呼吸链的下一棒抢走电子而氧化 所以呼吸链就形成了一系列相连的氧化还原反应 运作起来就像是一条迷你的电线 电子沿着这条电线 从一个电子载体流到下一个电子载体 一路的传送下去 速度大约是每5到20微秒一颗电子 呼吸链上的每个氧化还原反应都是放热作用 也就是会释放能量来做工的反应 在电子传递链的最后一步骤 电子会交棒给氧气 并且在基质中和质质重新结合 形成水 呼吸链的电子载体中 有4个很大的蛋白质复合体 其中第一、第三与第四复合体 当它们被电子还原可以做工的时候 会利用电子释放出的能量 像邦普一样推挤迸送直子 穿过内膜由积直到内膜的另一侧 换句话来说 就是这三个电子载体 被还原时有直子邦普的功能 能够利用立线体内膜与外膜之间的空间 建立起一座直子水库 由于直子带有正电性 所以这个直子水库的梯度 可以分为电性与浓度两部分 其中电性的部分造成内膜的两侧有电位差 而浓度的部分则形成PH值 或者说酸减度的差异 膜外侧比较酸 膜内侧的基质比较减 PH值差与电位差 便驱使直子顺着梯度 穿过这个ATP合成酶的直子通道 推送ATP合成酶 发生蛋白质结构相位上的改变 进而催化了ATP的合成 提出这个化学磷酸化观点 及部分实验证据的是英国科学家米歇尔 他先在剑桥后来在爱丁堡大学任教 但是他的理论与个人特质太过激进 激起了长达20年的论战 这段时间他放弃教职 利用个人的资产建立私人研究所 与他自己所聘任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 逐步找出更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1966年康乃尔大学的亚根朵夫与乌里维 将液律体中的囊状膜浸泡在PH值4的酸中 再将囊状膜换到PH值等于8的碱性容易 这时膜内外出现了4个单位的差异 结果不需要照光与其他能量的来源 在溶液中便出现了大量的ATP 所以除了粒线体之外 液律体也用同样的化学渗透机制 造成膜内外直子驱动力来产生ATP 米歇尔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之后科学家们逐一攻破困难的电子传递 电子迸送与ATP形成的详细机制 整个有氧呼吸的研究历程中 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单一科学家努力的结果 科学社群的群测群力 不仅制造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 更让我们能够清楚地体会简单与复杂交织的科学之美 最后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有氧呼吸 在细胞质中利用酵素将葡萄糖分解为丙酮酸的反应 称为糖解作用 产物有ATP与NADH 这个过程中没有消耗氧气 也没有制造二氧化碳 在有氧气的情况下 丙酮酸进入粒线体积质 分解后与辅酶A结合 以乙烯辅酶A的形式进入柠檬酸循环后 逐步分解 乙烯辅酶A的形成与氧氏循环 都会释放二氧化碳 两者也都会产生还原性辅酶 前者是NADH 氧氏循环除了产生较多的NADH之外 还有FADH2 氧氏循环与糖解反应 所制造的ATP 都是透过酵素来转移分子间的磷酸根 所以被称为受质阶层磷酸化 意思是 ADP与某一种具有磷酸根的化合物 被当作受质 将磷酸根转移到ADP 换言之 ADP被当成受质磷酸化了 细胞产生能量的重要机制是电子传递链 来自糖解 丙酮酸氧化 与柠檬酸循环的还原性辅酶 带来氢原子 氢原子的电子 经过一连串的电子传递 最后电子交给基质中的氧气 去产生水 因此没有氧气 电子传递链就无法进行 电子载体在传递电子的过程中 会将电子的能量用来推送质子 使磨肩腔累积大量的质子 利用水库般的质子驱动能 迫使质子穿过ATP合成酶的传动轴 使合成酶的头部发生相对位置改变 人类的ATP合成酶 每旋转一圈需要十颗质子 并且释出三个ATP 但其他物种转一圈所需要的质子数目并不相同 这种制造ATP的方式 是利用来自化学反应的能量 推挤质子 米歇尔称它为化学渗透 由于利线体的化学渗透 所需的质子与电子来自有机物的氧化 因此也被叫做氧化磷酸化 一分子的葡萄糖 究竟能够产生多少分子的ATP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确切的数目会因时而异 从28到38个都有可能 但落在低点的时候比较多 产生ATP的数量 这和呼吸链传送电子时 能够同时迸送多少质子的效率有关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计算得知 透过有氧呼吸 每个人平均每秒会生成9乘以10的20次方个ATP 流通率约等于每天65公斤 可见得ATP的生成分解 速度很快 ATP提供的能量对维持生理作用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这个单元谈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体会到 这个内公升在真核细胞中的立腺体提供了生命世界 许许多多的能量 使真核生物能够脱离细胞体积的限制 甚至在发展为多细胞生物的路途中 立腺体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有机会再谈